澳洲豪手李希曼金17日在联邦快递杯第三场季后赛BMW锦标赛第三轮再交出68赶-3 以连续三片六字头成绩的总赶194赶-19保持连三轮位居榜首且领先五赶之多 生涯首场季后赛冠军成了能中物 最后一轮能威胁李希曼多冠的选手 看上去只有并列第二的同胞代役于美国好手佛勒 位居第四的英格兰罗斯落后期赶 七位并列第五的选手包括西班牙后起执秀拉姆在内 都与李希曼有八赶差距 难成为李希曼多冠之路的半角石 占据联邦杯排行榜前三的美国三雄史碧斯 汤马斯与球王强森分别落后12、14、18赶 几乎确定无缘此阵冠军 中时电子报